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3个月算少 你看你干哪样 有的是发14个月的 真的 就是说到最后两个月 到最后这个时间发一笔叫花红 对 你如果是做金融的 有的人是发30多个月 真不要脸 真不要脸 最近不光我 我所崇拜的美国人民都说不要脸了 美国人民 你知道吗 最近对华尔街齐声高呼不要脸 为什么呢 说华尔街经济寒冬 华尔街的年终奖金 我跟你们说说啊 我觉得极大的兴趣 咽一下口水 真是 这个雅虎财经透露 摩根斯坦利公司的CEO年终分红4000万美元 美国摩根大通公司员工 预计平均美人会进账46.3万美元 美国高盛集团发钱更不手软 预计就在这个时候 平常工资都不算的啊 向每名员工发放年终奖大约59.5万 就60万美元 美元呢 奖金呢 这个花旗集团的部分经理近来还感到失望 因为他们估算今年2009年年终奖总额大约53亿美元 未能超过2008年的水平 可是你们花旗银行要注意啊 你们眼下员工的总数远少于2008年呢 就这只是算那个平均 因为吵了很多嘛 吵了很多人 还发这么多的钱 然后呢 花旗集团的创始人约翰里德 老爷子都不干了 说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告诉我 这些银行高管他们从金融危机当中吸取到了半分教训 他们根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 根本不懂吸取教训 而且美国国府都说了 你那些个吧 政府没援助你们的就罢了 接受政府援助 这些都是接受政府援助的 整个银行的业务要靠国家钱垫进去才能不破产的 还分这么多的钱 你说他应该不应该呢 这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 这是他能不能的问题 这两码事 什么意思呢 就我觉得更有趣的是他们居然能怎么干 你们考虑过这问题 就是说你说他不应该吧 但是他有能力这么发 而没人拿他能怎么办 包括现在美国政府也拿他没办法 所有人都拿他没办法 这些机构啊 其实当初美国政府决定要救他们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 就有个最近两年 大家都常常形容这些大的金融集团 叫做大的不能倒 对 就因为他大的不能倒 他怎么会那么大呢 就是因为过去三十年来 全球经济开始金融化 那么全球经济金融化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越来越多的实体经济的创造财富的能力 是转移到这些金融行业里面 我们要注意过去几年经济增长里面 其实很大一部分的确是来自这种 这种产业这帮人 就相当于今天我们在大陆上看到越来越多 做实体产业 做企业的 做实业的 开始不干了 干嘛 炒楼 炒楼 对那所以将来楼 这个楼市股市 现在大陆的楼也是大到不能倒 对啊 楼如果崩溃的话 我们的银行系统要受影响 没错 香港就这样 跟楼相关的相关很多产业都会受影响 没错 GDP就会受影响 这是大局 所以他就变得了荒谬到不能倒的地步了 那你想想看 从他们的角度看来 他们这帮人过去在那个金融业的黄金年代 他们是觉得自己是全世界经济的主要的火车头 是天之交指 他分这个城分这么多 他觉得他很应该 他很值得 好了 那他们整个问题在于呢 金融危机的起源之一 是来自于他们那个游戏的方式 那个游戏的方式过去是被鼓励的嘛 对不对 那种短线的那种投资贪婪 甚至有欺瞒 然后把有问题的毒再包装一下 说是没问题 在同一个逻辑底下 那么他觉得整个世界是如此美好 如此正常 如此健康 好了 问题来了 要倒的时候 但又因为他真的很大 你政府必须用纳税的钱去救他 对 好吧 救完了他之后呢 他的感觉就是 你们看你们都还救我呢 你都还要救我呢 就更加证明 其实我不一定有错 而且我有问题 我你拿我没办法 现在为了逃脱这个危机啊 他们内部都怎么聊啊 咱们赶快啊 因为他们现在复苏了 你知道吗 就是你你危难之机 政府救了你一把 他们说现在我们赚了钱了 赶快把政府的钱还给他完了 对对对 还给他完了你管不着了 我还是大大鱼大肉 分钱 所以说 你知道我我就觉得咱们不懂经济学的人 就相信一个理 一分价钱一分货 这个世界上有一块钱的货币 就有一块钱的东西 但是现在看来呢 你可能只有只有这么多东西 但是你的钱呢 涨得特别多 我看到有一个评论呢 就说说中国人原来不能理解 比如说当年说邓丽君 出厂费怎么能那么高 一个无产者工人 劳动了一年 买不起一张 邓丽君演唱会的门票来 说不能理解 但是后来我们慢慢理解了 就是明星嘛 有人在大陆有人写评论 一年买不起一张门票 就是说这些个华尔街的这些人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 他就是资本世界的明星 他拿这么多钱啊 也不是完全这个这个偶然的 就是说 我就学会一个词啊 过去文道也曾经提到过 就是说啊 全世界的投资者 都需要看着他们 因为他们是最知道 哪里这个边际收入高的 就说钱生钱嘛 一块钱能生出十块钱 他最懂啊 咱们确实不大懂 那他就懂在哪个国家 哪个产业 这个边际收益 最高 这就让我想起啊 现在的这个人呢 聊的都是边际收入 我们显得是多么的土 最近国内也有人说啊 劳动者的收入太低了 跟不上经济发展 我就拿以我自己为例 我就理解了这个问题 就好比说 我其实 我的哲学是打工仔哲学 我是最希望 凭着我的本行 我把我的这个本事啊 练得结结实实的 然后一分价钱 一分货 我凭着我本行 拿这个筹金 可是社会变了 我后来发现呢 那人家拍个广告 就能拿我本行筹金了好几倍 不这还不一样 甚至说去炒股票 你看你看 子敦老师刺激成这样 刺激了 我给那个孩子 拍广告啊 那还叫做是付出劳动 但他那个劳动 跟我主持一场节目下来的劳动 完全不一样 对我知道 但是你说的 所谓的边际收入 更主要是集中在什么地方 记不记有一回我们节目 只都不在 我们两个家另一个 上来还 那是金融风暴前 还谈这个 我还被人笑话吗 说我太土了吗 为什么 就我跟你想法一样 我是觉得收入 最好是来自工资 我觉得很踏实 为我付出的劳动力 获得我的饭碗 但是呢 这个社会 有越来越多人 其实他是 比如说存了一小笔钱 开始投资 投资有道 赚到钱 再继续下去 最后这一块 会成为他绝大部分的收入来源 比如说他这个钱 可能是买基金 买股票 买外债 买黄金 买期货 或者是炒楼 炒地盘 各种各样的东西 那么这个是很多资本主义社会里面 很多人发财 致富的主要来源 包括香港 为什么 炒楼的人多 现在的大陆也是这样 就越来越多人依靠这个 所以你看我们社会的古迹 轨迹 就过去几十年来 靠这种东西来赚钱的人越来越多 那我们刚才说的这番话 他怎么不赚钱 他领导世界潮流 对他就是帮你搞的 你们讲这个话题 我这气都吐不过 关键吐不过来是什么的 我觉得现在从事这些 就是你讲的 你正常工作收入 不如其他收入的情况 但是你要区别两种情况 有一些人呢 他们是专业做这个 这是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professional 就是把十块钱变成一百块 对 所以这是他们的工作 所以他能炒到 这是他的成就 他炒不到 这是他的失败 对 但是社会大部分的人来说 他不是 比方说我是修表的 我是油漆的 对不对 所以当你也这样做的时候 就面临了一个大问题了 就是说你有一个选择 一个选择就是说 OK 我现在有一千万钱 但是九百万我知道 我是炒来的 我一百万我是努力劳动来的 但我还坚守这一百万 因为我的人生 其实靠这一百万过的 那有这个九百万 我生活的好一点 那好 我也不拒绝 但是我还是做这一百万的事情 人要有这点信心就好 但是要是你乱了 一发现说 哦 原来喝茶可以喝出九百万 那我整天干一百万干什么 就放弃掉了 那就惨了 徐老师 我跟你讲 问题是一百万 现在也守不住了 我对 我不羡慕那些个富豪 我稳守着 我现在这一百万 可是现在你知道吗 有人告诉我 你的一百万 你要拿存在银行 这个钱就毛了 未来有通货膨胀的危险 即便没有 整个货币 是呈现一个贬值的趋势 人家多了 等于你少了 等于你这个钱 老老实实存在银行 你也就在 慢慢的就不值钱了 那么你就逼的 你比如我现在 我就不懂了 我就到银行去打电 说你不能存银行 你转移转移 是不是买黄金 说买黄金也不干嘛 说买个最稳当的股票 我只是想转移一个 我存钱的方式 我甚至不要什么利息了 但至少不要说 我这钱过两年毛的 什么都买不了 你明白吗 这个社会 逼的一个老实人 没办法一门心思 干你的活 你得理财 你得想你在银行里的钱 要不然被人夺走了 所以就是这些人 带领的潮流 而且要想为什么 我不是赞成这个 这帮人这种做法 而是我要告诉你 他们的逻辑 他们的逻辑是这样 好 你刚刚说的对 所以每个人都要理财吧 对吧 那每个人都要理财 谁来给你理啊 就他们给你理啊 你想想看 假如今天 你杜文涛 你原来存了一百万 过了十年 就是一百万变了一千万 这谁功劳 他功劳 他帮你挣了这么多钱 他现在分点不行吗 怪不得那天 怪不得那天 我们讲那个张磊 就是给耶鲁大学 捐了888万美元的那个人 当年报人大 他都不知道 国际金融是怎么回事 他是状元 第一志愿 就是国际金融 七月广告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 见 所以现在问题在哪呢 问题在于呢 我觉得我们不能很情绪性的看到这个数字 就说太不要脸了 你们这么骂 这种反应呢 是一种比较情绪的啊 因为他们赚了太多钱了 你不高兴 而且带来了我们的灾难啊 对 所以呢 我觉得要整个思路啊 要看到根本 那个根本是什么呢 就是说 为什么他们会拿到这么多钱 就像我刚才讲的嘛 因为他们是过去几年主要的经济力量 每个人都要理财投资 每个人都靠这个挣钱 所以他挣钱 所以真正要根治这个问题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整个经济啊 不要再那么过度的金融化 所以 那怎么样不再过度的金融化呢 比如说回归到传统的实验呢 那有一个方法 其实这个方法 只不过金融风暴前 没人敢做 现在可以开始试了 第一 就是每个城市 每个国家 开始对银行业 金融业 加重税收 跟特别费 还有管制 收他们百分之二百 那为什么过去不敢做呢 过去不敢做 理由是这样 因为这些人全球流动 他还创造财富 你比如说光我伦敦 我说我伦敦金融中心 因为在这银行 我就好好的治一治你们这帮家伙 你治好 那他拜拜 去了纽约 他还流窜坐爱 那别的地方呢 还欢迎这些人来 对不对 但是问题 现在出现什么苗头 就伦敦这个金融中心 首屈一指的国际中心 都有点受不住了 说开始以后 想办这种方法 对付他们 纽约这样 就开始有这个共识 他们这个国益存在 拿到这么多钱 具体的来讲 一是因为西方 他除了贫富 要公平之外 他还有另外一个 同样重要的精神 就是合约精神 所以他们虽然拿这么多钱 因为他们当初跟公司签了约 所以你要取消他的工资 你违法 所以虽然这个事情 中国人就是想 这个西方就常常这种 很不合理的事情 让他合法 所以你没办法 另外呢 他有群众基础 中国现在有多少人 白天在看股票 下午在偷菜 这些人就是这支队伍的群众基础 这个比真的好好做实业 现在还有八级前工吗 以前讲八级前工 现在还有工程师 小孩说我长大了做工程师吗 没错没错 我跟你讲 也不能全怪他们 因为我们有些女主持跟他们也挺好 对吧 没错 我有机会跟他们聊天 还有群带关系 就是他们也有点委屈 我听了他们给我讲讲他们的哲学 我慢慢明白 我同意文道那个 就是问题在根本上 不在于某几个从事某个 不是个人 不是个人 就是我就看到一个什么呢 人类创造财富的万丈雄心 好的时候讲是万丈雄心 不好的时候就全变成贪婪的贪心 万丈贪心 就是一句话 好义务劳 就是想 他也很劳的 想膨胀 所以 子东讲的刚才讲的是 这么回事 不合理 但也许你法律上还真没办法 但是另一件事 就是要说回到国内了 有件事 最近国资委的领导李荣荣 专门讲了 就是国家好像对国企的老总 好像有一个严格的一个 献心令 被俗称献献心令 那么李荣荣就讲 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我过去听他们在网上吹 说国企的老总拿太多了 有人拿什么几千万的年薪 没有那么多 但是这次说了 说也没有那么高 李荣荣讲 就大概平均年薪60万 而且 他就说最高的也就是2007年 有个人拿了133万 他说而且我还是采取什么 先给60% 40%还得看你的绩效 最近他又在说 就是说分成三块 那先给你个机薪 不是机拿的薪 基本的薪资 然后呢 还有一个绩效 就是根据你的表现 还有一个中长期 这么着 那么 可是有人就讲了 说60万 也太高了 为什么呢 说是说这些人 如果他拿60万的话 年薪60万的话 那么主管他的那六大部门 如果你说国企这么个大摊子 这个能力大责任重 所以应该给他60万 那我部长呢 那么温家宝总理呢 我副总理呢 听说温家宝总理年薪也不超过20万 那那么说 温家宝总理管的摊子 还不如你的 这个事情非常 但是这里面 我觉得这么分析是有问题的 第一 他误解 误会了一个事情 就是说 你这些人的薪水收入 你不能够跟温家宝来比 你要跟他国际同行的人来比 但是他有什么 那差太多了 你别说你 我们讲中移动老总的话 他这个收入 你拿去跟AT&T的老总比 那就没法比 对不对 那么假如说国企真的要做企业化 比如说将来要全球招聘的话 你怎么请人 而且还有一个很大问题 就会埋下一个贪污的一个欲望 因为比如说你很简单 你出到国际上 他就发现你同行那些 吃香喝辣的都这样 然后你拿一个年薪几十万的 对不对 以前中国银行不就出过这问题吗 然后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讲薪水在中国没意义 中国谁靠薪水啊 你相不相信 他能花的收入就是六十万 但是长久来说 还是要想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虽然目前现实是薪水只是部分收入 谁都知道 但是长远来说 从什么一个道理上 这个真是很难的 很难的 一方面就像你刚才讲的 要是像现在这个银马 他跟海外没法比 不要说这些中资的老板 就在香港有很多中资公司 他们跟香港的老板 跟海外的老板 也没法比 他就没法比 所以他就很苦 逼得他要贪 逼得他要在人工之外 另外给媳妇 儿媳妇的哥哥 这么去找生意 因为他赚的钱跟他的权利很不很比例 但如果说为了消灭贪腐 把他的那个待遇 薪水加高 弄到像任志刚他们这样高的话 那党内国家官员 因为他们都是国家党任命的 对 他跟其他干部的那个差距怎么办呢 然后呢 这会出现很多人呢 跑去主管部门呢 说我让我干干那个 我给你 又来另一轮贪污了 我到下面的公司里去做一个副总经理吧 这事很难办 他又是国又是企业 对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就像刚才子东讲的 就说你要跟国际同行比 这个大国旗 就完全没办法 拿的太少了 可是呢 人家又说了 国际那个CEO啊 他比如说私人公司 那他挣得多 他亏了也全是他自个的呀 或者说那种职业经理人 他都是有人家的那种专业市场 讲成机制 我们这个呢 有人说他仍然是公务员 那么如果是公务员 你跟你的同级公务员 或者说这公务员有没有 只有激励机制 就是你有业绩 就把那三分之一发给你 那么如果你你没什么业绩呢 你也不赔偿 所以这帮人呢 就很奇怪 他有时候 他又兼具一个国家公务员的层级身份 他是什么级别的 又这么帅 那你在什么身份 然后你再看简历呢 你更有意思了 你比方说外国的大企的 你可以看到他是什么地方的博士 他商学院 他在什么公司 什么公司 对不对 那同样我们的国企的这个领导 你去查 他可能是原来哪个县长 县委书记 后来在什么地方做地委的干部 然后调到什么地方的一个什么局长 他做的事情跟这个完全不相干 他是另外一条路上去的 可是他有些人议论那个我觉得也呢不大可行 你比如说这些国企领导说企业亏损了 他们要负责 那你要按照公务员推论 我就想好比说咱们要保八 那如果国民经济没保八 万家宝总理要自己掏腰包赔吗 这说话说不过去 所以呢 其实关键在于什么 现在这个国企需要个很大的一个体制改革 这个改革包括几方面 第一就是他真的要更进一步的企业化 专业化 他要越来越脱离 他可以资本是国家的 但整个管理人员构成完全是企业模式 然后呢 第二呢 就是有个很大问题 他的整个收入啊 各方面呢 要真的是跟利润各方面来挂钩 但是这个利润啊 这还是在我看来 才是今天国企最大的问题 他们上缴过吗 再者说 你的利润有多大程度上 是因为政策垄断而得到的利润 大部分吧 我看有很多大的国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这个利润得来 既然你是得自于因为国家政策 你又垄断资源 那这个利润又该上交啊 就比如说很多经济学家 不论左派右派都讲过嘛 你要不就全民分红 那我们大家都很乐 对吧 陈志伯 陈志伯讲的设立国民基金 对啊 就国民基金 还有谁管理的问题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你这些 这么多年来这些钱呢 对不对 就是这个事 你这个企业搞好了 咱也不知道 究竟你是个有能力的人呢 还是 还是因为就是这个 制度运气或者是 资本红利呢 对吧 你弄的就很难评考核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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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